男骑士头戴安全帽好端端骑在马路上 没想到下一秒路边的标志感瞬间倒下 往男骑士身上砸 一群人费了好多力气才将男子给拉出来 但头部受到百公斤标志感的重疾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救人员赶紧将他送上救护车送医治疗 但最后还是伤重不治 一外现场男子的安全帽和随身的物品散了一地 事情就发生在新竹县宝山翔25号晚间7点多 当时因为风势太大 居然将路旁一块高八米 重达百公斤的指示牌 连根拔起吹断 还不幸的砸网恰巧经过的骑士身上 他连人带车重摔在地失去生命迹象 如果是能走到这个当然是 因为我们都认为这是属于国陪 你看所有的人家给我们资讯 这应该是国陪 但是我们都觉得国陪这种东西 好像是看得到之道的 是因为它一个金属疲劳 造成它一个断裂的因素 那详细的原因的话 我们还是会已经 今天已经启动习轮相关单位 好设计单位跟习轮单位 来去做一个现场检视 骑车路上却遭横祸 其实家属悲痛无法接受 事实上隔天一早 负责营造的承包商也派员前往 仔细检查路标底座上的螺丝是否拴紧 发生路标断裂砸死人的意外 是否和施工品质有关 厂方低调不用回应 基于县府和公所则声表一看 权力将协助家属善后事宜 也将权力调查 不让骑士死得不明不白 记得鸿先言静语 心如报道